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本节目由医保治本清润菊花茶联合赞助播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的博士是政治学 但是那个前边是传播学 那您现在在北大 我现在在北大 在哪里系 在新闻传播学 对 忽庸老师刚才说了 自己是研究新闻的 然后现在自己成了 把自己给做成了新闻人物 不是 主要是你谈这个问题 我太想谈了 我找着你啊 我找着你算是找着嘴涕了 真的 真的 就是 咱们开始吧 咱们开始吧 对 咱们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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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勇老师 按说我们搞新闻的 他是我们的老师 对不对 胡勇老师也确实 您自己可能都没想到 您这个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的教授 真的成了新闻人物了 对有很多奇妙的东西 比如我原来在学院里讲纪录片 就是我的课叫纪录片 但是现在就有人联系说 给你拍个纪录片 所以咱们圆周派朋友多有优势 很多成为新闻人物的人 我们未必一定要请 但是我就说这个人 我个人特别想跟他谈一谈 他们说现在胡老师太火了 日程很紧 约不到 李经 李经咱们有人 李经说我跟他熟 所以李经今天一定要来 对我护送这胡老师来 他不仅介绍 他自己亲自上阵了 其实胡老师真正的是我的前辈 因为是三联生活周刊 创刊时期的老记者 所以我最早知道胡永老师 是在写三联生活周刊 和三联书店 这个电史和周刊史的文章里面 知道胡永老师 然后我们那个老主编 周刊提起胡永老师的时候 都是大家赞扬 因为是最早吧 95年 对 就是互联网的概念 应该是说 那时候您是最早的敏感的意识到 互联网将要对人类社会生活 发生一个巨大的变化 然后周刊写的回忆里面 还写的挺生动的 说胡永跟我提 说我要写一个封面 我要介绍 周刊说没那么重要吧 被他闭了 对被他闭了 后来才发现确实很重要 后来呢 是因为我们有个共同的好朋友 是一个很有名的出版商 然后出版商呢 就是一直在盯着胡永老师 每次说 哎呀 胡永这个观点太好了 我要让他发展成一本书 每次就是讲得特别来劲 后来我们就经常一见面 就问那个胡永老师书怎么样 哎呀 回去照顾他妈妈去了 没时间写 然后呢 我就断断续续 看胡永老师发的朋友圈 然后叫照护 照护炸记之类的 对 您为什么会想在朋友圈里发 照顾母亲的感受 其实就是一种情绪的舒缓吧 压力太大了 太大了 你其实就需要 用某种程度把它释放出来 宣泄 对对对 但严格的来说 因为我们朋友圈都是设置 那个三天可见 其实看到了就看到了 看不到也看不到 但是我就把它当成是一个 有点像是 其实不是严格意义的日记 因为它不是每日发的 但是就是一种 一种舒缓情绪的 您母亲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我母亲现在就是中度嘛 就是 已经到中度了 对 我觉得她应该就是 两岁小孩的智商 大概我的评价是 她还没有三岁 通常据您看到的 就是阿尔兹海默啊 从发现 就是从初期到最后到重度 这个周期有多长的 我没有资格 就真的来说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其实是 需要那个 阿尔兹海默的专家来说 但是那个 就从我母亲的情况来讲 就是三年多一点 因为我当我发现 她有这个问题 去带她诊断的时候 诊断已经写了 就是叫 轻度的 阿尔兹海默 那个时候的症状是什么 最主要的症状就是 第一是失忆 就是 这个病很残酷的地方 是作用于人的记忆的 第二个呢 就是 她没有时空感 就比如说 我们正常知道 现在是白天 她觉得现在是黑夜 但是如果黑夜的时候 她认为是白天 就是这两点是非常明显的 所以我发现这个以后呢 我就决定带她去看 这个重度的愈后 会是什么样子呢 第一呢 她不能够进行任何的 就是有条理的 就是有明确的意愿的表达 她所有的表达都是 就是一种接近于废话的东西 就是你也不知道 她在说一些什么 然后呢 她也不能够很清楚地告诉你说 比如说我现在 要吃饭 或者我现在要排泄 然后呢 或者我现在哪里疼了 就是这些最基本的表达 都已经 但是表达困难 还是说 她没有这个意思 我觉得都有 你比方说 你把它写好在纸上 她能够拿给你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呢 她的词汇量就 就大幅度地丧失了 很多事情 她就已经缺乏 那个容易表达的 那个基本的词汇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你会发现说 她本来是认字的 但是现在的很多字 她不认识了 她就只能认识一些 可能跟她的名字 有关的字 我哥哥正好出了一本新的书 这本书呢 叫《站在世界之巅》 我就用它来测试 就是我妈只认识 世界这两个字 其他字她不认识 然后我说 那个因为她有一个 我哥的那个 就是照片 下面有个介绍 就是 然后她认识胡 她认识胡 然后我哥的名字叫胡涛 涛字 跟你这个涛一样的 她不认识 她不认识 所以实际上来说呢 就是 相当于 那个 由于她没有词汇 由于她本来认字 她不认字 就是 因此呢 就是一方面是表达受限的 另外一方面呢 肯定就跟刚才您讲的 那个 她的意识 也出问题了 就是意识指挥不了 她这 她整个的这团事情了 这个 我为什么 就是 我渴望跟这个 胡教授 胡老师 来谈谈呢 我觉得这个 阿尔兹海默症啊 是一个 非常值得 关注的问题 中国人数最多 好像是我们 前两年的数字吧 中国有 六十岁以上的 大概有 一千五百多万 阿尔兹海默 而且我觉得 阿尔兹海默症 它就像是一个 突出的 象征 就是 我们对老年人的 照护问题 就是因为老年 不外乎就是 身心方面的衰退 一步步的这个 失能 失智 对吧 而阿尔兹海默症 又是一个这种 集中的表现 甚至就 失去记忆 他 特别的就是 给这个 照护他的 这个人呢 带来的这个麻烦 我觉得真是 要我说就是无解 目前情况下 但是可能正是 因为无解 所以我才特别 佩服您 我觉得 我觉得就是 怎么说呢 我就说了吧 我还有个 私人的原因 我父亲 前不久 被诊断 是阿尔兹海默 当然他没有 您母亲这个阶段 那么严重 可能还是在 比较抽期的阶段 但是在比较 初期的阶段 我就 我看到您讲的 这个为什么感同身受啊 我的感觉就像是 我们这个家庭啊 在 就是像在 在洪水里挣扎的 一个人 见到了在 洪水里挣扎的 另一个人 我现在见到你 就这么近 你说的所有的事情 我都知道 当然 我们家 这个 你看现在说 生孩子多有好处吧 三兄弟 但是三兄弟呢 老大老二 我是老二啊 不能在家 对 在家的就是老三 我弟弟承受的那个压力啊 不可想象 但是这种不可想象 更多的是 他开始不知道 他开始不知道 谁开始不知道 我弟弟啊 没有诊断之前 他的很多表现 你是 无法预计的 无法预计的 你以为是正常的老人 这个衰老 对吧 我记得就前几年 我还说 我爸爸是琴棋书画 我说你写字 写字 你看我 我还带来 我就说你老年生活 超经啊 你看 写的 写的那么好 对吧 就是超经啊 天天超经 这是多大年龄 手写的 他八十多 就前几年啊 八十出头的时候 你看就写的 天天超经 超几个小时 但是呢 而且显然手也不抖 不抖 但是你知道去做检测 这个发现呢 就现在 他突然表现出的是 我说你写字啊 没有兴趣了 他开始是对什么事情都没兴趣了 我就发现这些检测 画一个表 三点十五分 我爸爸当年是教实在庄 培养了很多实在庄 青年画家的 就画不出来 画不出来这个三点十五分 画不出来 你就觉得 这是他们的一种 好像您母亲也是 有一些测试方法 对对对对 他是这样子的 他前面呢 是电脑的一个问卷的答题 就是这个答题 基本上是我答的 因为我母亲坐我旁边 他是一个 就是一整套的一个测试题 我让他跟我讲说 这个是yes 这是no 这个症状有没有 这个有没有 然后呢 他告诉我以后 我在这上头答题 然后他答完这个题以后呢 就进入到一个 就是面对那个 那个医生的一个单独的诊室 就这个里头呢 只有我母亲 还有我 因为我是陪伴他的人 然后我什么话也不说 他呢进去以后 他就有一系列的测试方法 比如说他有一些木块 让你摆这个木块 或者说一个很简单的测试 这样子的 比如我们看到这里头 这是西红柿 盘子 然后杯子 他就说三个词 叫西红柿 盘子 杯子 按这个顺序 西红柿 盘子 杯子 但是呢 过五分钟以后 突然问你说 刚才我说了三个什么东西 然后我母亲完全答不上来 就他就不知道 他刚才五分钟之前 说过西红柿 盘子 杯子 他通过这一系列的测试 就给我一个诊断 说他是 轻度的二次海默 可是我感性 我好奇的是呢 他对孩子 他的认知呢 像你 比如说你们家有三个 他们家有三个 那他有没有能区别出 你们三个兄弟姐妹的 这个能力呢 依赖于环境 就是说你比如说 因为我长期是 就是我父母的 主要的这个招呼者 然后呢 就是我姐姐是在外地的 所以他只能是 因为他也是老师 他只能是寒暑假来 因此呢 他对我姐姐的印象 就远远没有对我的 印象深 但是他知道有没有 对不起 他第一个会忘掉的是 我姐姐 因为我姐姐跟他的接触少 然后像我这种呢 就是日常生活当中 不断地跟他那个在一起的 然后你会发现说 他开始的时候呢 那个他清楚地知道 你是老三 因为我也是 我是一个姐姐 一个哥哥 这个是老三 并且这个老三是最小 我们的都就是 他一贯关我叫老儿子 老就是小 他对我的一贯的称呼叫老儿子 然后他知道我的名字 他现在已经开始 不知道我排行老几了 他也 有的时候他会知道我叫胡勇 但很多的时候呢 他有时候关我叫老头子 老头子其实是我爸 我爸去年十月份去世的 然后有时候关我叫老哥 老哥呢 就是其实某种意义上来讲 他想起了他哥哥 但我这个舅舅早就去世了 然后呢 有的时候他会把老哥呢 认为是我哥 我哥 所以就是他现在这个 就是对我的认知呢 就是我经常讲 就是说 有的时候会像闪电一样 然后你特别高兴 因为他又认识你了 他记得你就是 那个一些 比如他知道说你上班了 他知道你去上班了 你回家了 他知道你回家了 但是很多时候呢 他连你上班了 回家了 这些东西 他也不记得 然后有点像是 你就要拼命地抓住 这一点点东西来确认 就是你和他的关系 以及呢 就是他和你的关系 如果这点东西要没有的话 可能就是 我觉得二十四海默 就残酷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 你能想到 对这个照顾者 意味着什么 我觉得这个呢 你要说是个社会性的问题 但是呢 也没有办法 中国的老人啊 也90%都不会去养老院 或者说呢 像你还专门考察过 因为我原来听过 就有个电影明星嘛 有个电影明星 他的父亲 开头有人说他不笑 说怎么把父亲送到这个养老院 后来他说 我的父亲 已经完全不认识我是谁了 那么这种情况下 我没有护理经验 是不是还是应该送到 有专门的护理经验的 这个养老院 对他更好的 这医生讲说 要给他做一些智力的训练 然后呢 要让他有点恢复 让他有恢复 就是说 延缓这个进程 就是我现在发现 就都是现代职业 你做不到的现代职业人 就是这医生说 实际你要多跟他说话 可能比吃药的作用还大 因为现在也没有什么特效药 没有特效药 对 没有 这是个不治之症 有的时候 最近听说传来一个消息 说是有一种叫什么 单克能抗体的 但是那个东西反正 它是脑子里边的 具体来说出了什么问题呢 是有东西生长呢 还是说是一种 普遍的退化呢 好像它主要是一种 萎缩的过程 神经系统 退行性疾病 然后呢 病因其实现在没有定论 有些人说 就是因为病因没有定论 所以才没有特效药 就至今搞不清楚 这个疾病的 那个发病机制是什么 对 就有时候说是检验的时候 有某种蛋白啊 这个蛋白或者神经元 有什么蝉脚 对 这是一种说法 但是呢 千千万万这个老人 和他们的家庭 我觉得真的是 就是你比如说像我弟弟 我们这个家庭 还就算是有孩子多一些 而且这个经济上呢 还算比上不足 比下有余吧 那么他得上班啊 白天老人就只能一个人在家 可是实际上照护他呢 你其实这是一个专业 呃 他不仅是个专业 这个照护这事儿 最麻烦的就是 你不能给他划分时间的 就是因为他是要求你随时随地 因为他那个情况是 永远在随时发生的 所以您就是24小时 所以你的这个时间呢 就是就是你不能说 我集中照顾他 比如说三个小时 然后另外三小时 我就干别的了 他不是这么个过程 他这个 他是个碎片化的时间 就是你有点像是 你得随时待命的这种 所以这个东西是很让人疲劳的 您觉得这个 就现在一般人的家庭 如果有这么个老人 你觉得有办法 呃 就是呃 除非是说有专门的 就是专门照护 阿尔兹海默的这种病的那种 比如说护理人员或者护工 或者有些机构呢 他可能就是辟除一个地方的 就是比如说来管理这个 呃 失智的老人 因为他这里头有一个逻辑线条 就是呃 一般的来说 失智的那最后的结果 就是失能 就是他是一定的 就是就是只要有失智 最后就一定会失能 所以我们经常会把他打一个包 把他叫失智 失能老人 然后他一旦到了这个 失能这个阶段呢 你的照护负担 其实是非常重的 就是就是像我妈这个例子 就是他最麻烦的 就是他不知道大小便吗 然后然后这个就给你造成 无穷的麻烦 因为他永远不知道 就是他是要排泄了 他是正在排泄中 还是已经排泄完了 他对这个过程是没概念的 嗯 我记得呃 看过一个关于 二兹海默症的呃 一个片子 一个纪录片 就能够说 本来的一个大学教授 得了二兹海默症 他的太太啊 得二兹海默症 就是说 经常会见到他 站在客厅中央啊 裤子就尿湿了 为什么呢 因为他想着去上厕所 但是走到一半的时候 他忘了他去干什么了 于是就裤子就尿湿了 是 每个人都在照护中 因为我这的确是我想说的 因为我给我把人分成了四类嘛 就是叫做 已经成为照护者的人 正在成为照护者的人 将要成为照护者的人 以及呢 就是一定要被照护的人 我们早晚也会变成 人就这四类 前面三个都是照护这一方的 照护别人的 对对对 就是说所谓的 即将正在 已经都是指的照护者这一方 后面的一个 那一类人呢 是他需要被照护 比如他是二兹海默症 所以我就特别想说呢 每一个人 你在这社会当中呢 可能有不同的身份 但你一定要么是照护者 要么是被照护者 其实你逃脱不了的 很少有人能逃脱这个脸条 所以我就想 那个把这个题目叫 我每个人都在照护中 但他们呢 就非要打 这个北大教授 什么这些东西 就是其实 我在这里都跟他们讲的时候 我说呢 这跟北大教授毫无关系 就是相当于说 我是个普通人 我父母是普通的父母 然后呢 我就在做一个普通人 做的事情而已 但是我看 也有不普通 您要不是这个 在大学工作的工作性质 不用朝九晚五 如果这是摊上一个普通的 需要上班的职工家庭 这个 您说的非常对 所以我那里说了 我说我认为 我还在很大程度上来讲 比别人是有优势的 因为呢 大学老师的一个特点是 就是他的时间是比较自由的 然后可以拿出很多的时间 如果不是这样的话 就是对这个照护者的要求 真的太高了 像您说的那个情况 你弟弟可能还是有不错的工作 但他需要在工作和照护之间 要有一个挣扎 那个 但是他可能还没有经济问题 有的人是 他如果不上班了 他连就是照护 照护他父母的那个经济来源都消失了 对 这是很大的问题 我觉得真是叫老人如鹰啊 我们小的时候光着屁股下来 父母亲就擦屎把尿 对 对吧 但是有没有想到有一天 我们都得是这样啊 那么我们都得是这样的时候 我母亲前两年 这个也是 大概也是中风嘛 就等于跟植物人一样 在床上 我就记得我父亲呢 就是还给他这个按摩呀 或者给他清洗的时候啊 在医院的那个病房嘛 他就遮遮掩掩 本来母亲没有知觉 我就记得我父亲当时说一句话 就是说 妈妈也是女的 他也有尊严 所以就是 对 但是得阿尔茨海默症 这个老人 到发生他最后 我就觉得你对尊严这个事情 怎么看 要是我们有这么一天 你的尊严 就是这个尊严是指的是 假装是一个强者 还是说 接受人就是这么一个不堪的真相呢 阿尔茨海默 其实是最打击人类尊严的 一个一种疾病 但是他残酷的地方在于 就是这个人不简直知道 他的尊严被打击了 因为他已经没有对这个东西的认知了嘛 但是旁边的人 比如说我作为一个照护者 我能看得非常清楚 他后面的这个生活是 既谈不上有尊严 也谈不上有质量 所以你看这个东西 其实是那个 就是作为一种日常的心理的 是个很大的磨难 但是您比如说 他智力相当于几岁孩子 好比说傻乎乎的 会不会他也心情也没有那么坏 或者说他也 他想的事少 对 就是很多东西对他不形成干扰了 你觉得他快乐吗 就是 严格的来讲 就是说由于你想的事情少 就是他的生活因子变得极其的简单 那么如果是在简单的这种意义上 我觉得他是挺快乐的 至少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痛苦 对 而且你比如讲 就是有些很大的事情 例如说我父亲去年去世 其实我母亲对这个事情就没有非常明细的认知 因为我们会告诉他说父亲去往另一个世界 他的脑子里有时候转转转的时候 他也会突然问我说 那个你爸在那边就是好不好 因为他他现在关心人的那个核心的 就是这个就是他 我刚才说他的表达很少了 但他还有一个很强有力的表达 就是他经常会问人饿不饿或者冷不冷 然后他就会问我说 你爸在那个地方他饿不饿冷不冷 就是然后你听到这个东西的时候 你觉得心里很难过 但是其实呢 我妈也并不真的就是在想 我爸是冷不冷饿不饿 他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残存的那个表达的习惯 因为他以前就是经常会问他的孩子 然后饿不饿冷不冷啊 或者是他对外人来讲 他也经常会为冷热的问题 会为这个就是鸡饱的问题 来表达他作为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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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性的关怀 所以其实从这些意义上来讲呢 你又觉得他在某种程度上来讲 是一个挺大的一个解脱 挺大的一个解脱 但是就是对于我们这些照护者来讲 其实那个他的主要的沉重的东西是在 就是我们这一方也不在他那一方 有时候我回家以后 就是我觉得就像对待一个一个 因为他他八十多岁嘛 但我现在对待他非常像 就是对待一个两三岁的一个小女孩 然后你哄着他 然后呢有的时候你跟他那个 就不管他说什么 你就跟他胡说一通 包括就是有的时候你就把那个电视放出来 或者是手机放出来 有那些影像 他也搞不清楚那些影像是什么 他就觉得那个东西在动 有声音 有画面 他就可能就因此呢 就是就我叫做能够玩半天 玩半天 因为我有非常多的 很多人给我寄杂志 如果是搞媒体的嘛 所以我家里的杂志非常多 然后呢我就经常把杂志给他 我说老妈你念书吧 他就装模作样的拿那个杂志 其实他最主要的工作是干什么呢 把那个杂志撕成一条一条的 但是他就会干很长时间干这个事 你们我不知道徐老师 李静 你们有没有这个老人的这种身体 需要照顾这方面的问题发生过 我想到自己以后 你们的 没有人来照顾我的 好本领 没有人来照顾我的 您的父亲呢 本身就是医院院长吗 不是 他医院院长 他是在挡麻将的桌上突然去死的 我都没有赶回去 那反正也是 造福子孙 他也没有给别人带来麻烦 他就去了 就是 反正我们对老人 不是都是看年龄嘛 对不对 他多大的年龄 我们就觉得好像 那遗憾也不是太多了 但是你永远不知道什么时候去 你知道生心脏病的好处 就是他会突然去 连想起自己了是吗 他不会 我跟我女儿就说过了 Don't worry OK 不会麻烦到你的 现实的情况来讲呢 那唯一能想的办法就是 你要找一个24小时能照顾你的 护工 至少 就是 或者是你有条件你就找两个 对 对不对 像采兰找八个 他并不都是护工 他还有其他功能 我也有认识的著名的学者 本来在美国的 但是因为身体就不好了 身体不好 你在美国没办法嘛 那就到 子女就帮他在珠海买了房子 那就多请个护工 请人来照顾 那这样呢 那这样呢就可以 他有时候脑子还知道嘛 还清醒 对 所以 那就是算好的了 对子女来说 也尽到他的努力了 是的 对老人来说 这也是好 相对来说 24小时的护工 比美国容易找 只是 是不是专业 那就说不上了 是 但这个 你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还能找出什么别的办法 我跟你说 这个办法就是送到养老院嘛 对 养老院也是靠人家在照顾 也是靠这些 就是那个 比如说 其实专业的照顾人员 永远是不足的 也是靠这些 就是干这个活的 但其实也没那么专业的 但是他愿意干这个活 其实 很多人 非常不愿意照顾 二字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方法 就是 年轻的时候 中年的时候 好好干 挣多点钱 对 你知道我最近看了 一个 一篇文章 说现在人追求的是什么 活得长 然后呢 病得晚 然后呢 老得慢 最后一句 死得快 死得快 我猜到了 我现在就是 到我这个年龄 我突然觉得 哦 死得快也是一种 但你这么想 也是一种平分 你这么想没有太大的意义 因为这个事儿 不由你决定 对 但是呢 我们能觉得 就是我就想呢 到我这个年龄 我现在 能面临什么 我就是听你们讲 我说谢天谢地 现在父母 还没有 还没有到这个程度 我就想起 我唯一有这样的经历 就是我自己的姥姥 我自己姥姥还好 就是没那么重 但是呢 就是时而清醒 时而糊涂 我自己的感觉 就是真的 就是痛苦 是留给清醒的人的 我每次看我姥姥 因为我跟我姥姥感情 特别深 从小在她身边长大 然后我就觉得 怎么这个 这个我这么爱的人 怎么突然就变成这样子 我不认识的一个人了 然后 但是她清醒的时候 看你的眼神 你又觉得我那个 还在 还在 然后她糊涂的时候 因为她不停的 就是也是 她就老是觉得 自己有尿意 我比如说 我回家去照顾她的时候 就你刚给她 帮她解了尿了 她 我歇一会儿 然后她就马上说 哎呀 我要 还要尿意 对她还好 还有这个意 但是呢 你再去帮着她呢 她又没有 对 所以呢 那有时候人呢 我就有时候 就稍微觉得 有点不耐烦 不耐烦的时候 我每次也是离开她 我在 比如说回北京工作 我又处在一种 非常内疚的状态 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在她 对她再耐心一些 然后就永远是这种 在这样的 在循环当中 然后呢 有时候我又说服我自己 我说 这个 因为我姥姥是 特别好的 特别善良 脾气特别好的一个老人 然后我就想 我姥姥是以这种方式 在跟我告别 因为如果她还是那种 那么温柔 从来不发脾气 对我们这个孩子 就从来没说过 一句重话的人 我觉得她突然离开 我是受不了的 我只能这么想 我说她是以这种方式 在跟我们所有人告别 等她走那天 可能我们因为对她的感情 就慢慢慢慢淡了 有时候我想 这个眼前这个老人 还是我 我爱的那个人吗 她好像是变成另外一个人了 这是我经常想的 对 就是我也好奇 就是您对母亲 还只是一种义务吗 还是说还是有感情的 这个是这样子的 就是因为我不是 那个也研究 这个人工智能吗 对 这个人工智能呢 其实就是 它有个很重要的东西 是 就是 人工智能 就是跟人脑之间的 相似性 然后我们就会 就是讨论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在哲学上叫 那个自我的同一性 因为 因为其实呢 就是你比如说 你每天早上起来 你照镜子 照镜子说 我昨天晚上睡觉 今天早上我起来照镜子 我们可以问个问题说 今天照镜子的这个你 在多大程度上 是昨天晚上的这个你 因为它肯定 不完全是那个你 因为你的细胞 什么的都在 发生变化 你在老去 但是那个 这些自我的同一性的人 认为说呢 就是 它一定是同一个你 因为衡量同一个你的东西 是你的那个心理 你的这个记忆 有没有连续性 就假如说还有连续性 你就可以毫不犹豫地说 这个今天的我 就是昨天的我 但我遇到这个问题 在我妈这 它不成立 它完全不成立 因为它在任何意义上 它把它所有过去的记忆 已经消失了 对 它的意识也终端了 它甚至跟我之间的 就是这种关系 因为我是它小儿子 然后它从小最疼爱我 那我痛苦的地方就在于 它现在甚至很多时候 它都不认识我了 就更别说 去回忆什么 就是母子当年的那些 场景啊 然后 就是共同在一起的 所有的过去的这些岁月啊 对它来讲 全都是不存在的 但是我如果相信 这个所谓的心理经 心理体验的一致性 那我就应该说 它不是我妈 对不对 因为它丧失了嘛 对 它丧失了 它不知道 你是它儿子了 是不是 对啊 你是认为 它迟早会不知道 它是他儿子的 就没有关 但是你还是知道 它是你的妈 我知道它是我妈 所以我困惑的就在于说 它既然已经按照 这个自我同意性来讲 它已经不是一个人了 然后我为什么始终 觉得它还是一个人 所以就一定有一个 别的解释 就是那我就觉得说 可能判断一个人 是不是另一个 是不是同一个人 不只是有这个 叫这个心理体验的一致性 一定还有 就是比如讲 就是身体的一致性 因为我清楚地知道 它的模样 甚至我要开玩笑说 因为我经常跟它 干的一件事 我回到家 回到家以后呢 基本上我第一件事呢 我要去握它的手 我们俩要把手 放在一起 放很久 放很久 就是我跟它保持一种 这种身体的接触 就是比如说 因为我要出外嘛 然后回到家 我总是干这个事 然后呢 它会经常说 它说你的手那么凉 它说我给你暖一暖 因为它在家里 它的手比较热乎 然后我就说 就是 那可能它对于我来讲 就是手的一致性 因为这只手还在 这手我如此的熟悉 或者就是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 你比如说 可能就是气味的一致性 因为这个生活的久了 你会发现 对方有一些 独特的气味 你会辨认 所以呢 那就由此来讲 就是说 可能这个自我的 同一性问题 并不像哲学家想的 那么简单 没有那么简单 终于证明了 你妈是你妈 对 就是证明我妈 是我妈这事 非常难 就是 所以我说过 我说呢 整个这个过程 就老让你怀疑说 就是 到底我是什么人 我妈是什么人 我和我妈的 关系 又是一种什么关系 你说的同一性 要叫我理解呢 它是在人际关系当中 才能得到确认 甚至说 这个同一性 跟您的主观判断有关系 对 就是对吧 他已经 不知道 拉手有什么意义 或者是 是你的 觉得 对他的身体的 识别性 手的识别性 这是发生在 你的头脑里啊 对 就是所以 荣格讲过一句话 荣格说 我们只有是他人 才能是自己 就是你说的 就是实际上就是 这个自我跟他人 那个没有他人 可能可能这个自我 没有他人 认识不了自我 对 是的 佛教的说法 就是反复证明 就证明 我是一个虚假的概念 就是假我 是假的 就是因为 昨日之我 不是今日之我 你要讲的更精确的来说 你全神的细胞 几年之后全部换过了 你看阿尔兹海默症 记忆全部丢失之后 你 什么是你 是社会给你个身份证 其实还是社会身份 说你还是你 儿子认为 你还是你 但是对于你自我内在的感觉呢 他有些很有意思的东西 你比如说那个 因为他是老年人嘛 老年人他还在领着 他的那个退休金 那个发退休金的那个机构啊 就是因为我们都是那个 在黑龙江农场长大的 那个农场到了一定时候就说 你得发一下你妈的生存证明 就是因为他要保证说 你不能冒领退休金啊 所以到一定时候 他就要求 你要发一个生存证明 我觉得这个 这四个字 他特别的奥妙 因为所谓的生存证明就是 他要求你 一手拿着一个日理牌 然后你比如说 今天今天是多少号 今天是4月24号 对 就是你把你把那个日理牌 就约那个那个台历 打到4月上 你把那24圈一下 然后这时候你拿了身份证 然后你要给他拍个照 就是要证明 他这个肉身是存在的 是身份证明还是生存证明 生存证明 生存证明 真的就叫生存证明 不是身份证明 他要保证说这个人还活着 因此我这个月呢 还要给他发退休金 有没有想到卡夫卡 一般是一年左右一次 我们这样的照片老派 你驾照要renew啊 就反正常常有这种事情 这个现代社会的 打了一个身份证在那里拍照 自己对着镜子 就这样拍照 所以这个阿尔兹海默症 就促进我们对自我的 这个思考 但是再有一个就是 你讲就是清醒的人 实际才为他难过 其实不光为他难过 还为他生气了 我们比如说闹不清楚 父亲是怎么回事的时候 因为他会有很多精神上的 稀里糊涂啊 或者什么什么的 按说我就说 你怎么那么着急啊 你干嘛 你得知道他是个病人 你不能把他当成正常人看 对吧 你看我跟我弟弟这么说吧 结果呢 我陪伴了几天之后 你也一样 也不耐烦了 你知道吧 人哪真的是 我跟你说一个孝子 解决不了什么问题 而且你这种话吧 一定是你弟弟的照顾的时候 你来说 对 然后我照顾的时候 我说你不能跟他着急 你像我有一大哥 夫妻俩跟这个老人 是儿子海孟 他带来的这个精神上的症状 实际上有的时候 是逼得你这个照顾者 你生存不下去 不是你活不下去 是 他跟他媳妇照顾老人啊 他们家老人天天晚上不睡觉 在门口看着 就是他老婆 就是说 那女的进去了 你说 你们你在里边干什么 对吧 然后就说 我看着你们呢 你别想瞒着我干什么 一晚上啊 这个就像他说的 昼夜颠倒 而且有妄想症 有妄想症 你这个 你根本就是 你连照顾他的夫妻俩 最后呢 他说 我媳妇就说了 说我得回老家去 我不敢 他说 你得知道 咱妈就是这个样子的人 你说 你得了解 她是阿尔兹海默 甚至给她这个知识 给她看 人家媳妇说了 那我 是啊 他是病人 但我凭什么承受 这个每天 这这一身一鬼的 对 我这正常夫妻生活 没有办法过 所以最后沦落得 夫妻分居 是的 他我这老哥也就变成 这就跟我妈 他说我从此就 就跟他过了 对这个 这个文涛说的这个东西呢 我是 就是深有体会啊 就是刚才说 你比如说 我其实觉得 我在整个的照护者当中 还是属于幸运的 尽管我 我整个这个过程 是很艰难的 对 但是你就看跟谁比了 对不对 为什么是幸运呢 刚才我们已经谈到一条 就是我是大学老师 我相对的有自由 对 我也不做班 所以我可以把很多的时间花在 就陪伴我父母上 其次就是说 我不是 我不是独生子啊 然后我还有 哥哥和姐姐 至少在这个事情上呢 我们 我们三个人还是 比较团结一致的 虽然我是主照护者 但是呢 我姐因为是老师嘛 她只要是寒暑假 她几乎完全就泡袋 就是我们 因为她跟我住 她就会跑过来 就是来替我 就解脱我 然后呢 就是那个 甚至她 就是也影响到她这个 退休呢 就是本来她是可以不退休的 但是就决定要退休 对 为了干这个事情 然后 我因为腰不好 就是那个 其实就是 这个老人呢 最后有个问题 就是你几乎服不了她 因为她把所有的重量 压在你身上 她自己是不使任何力气的 对所以你要弄她的时候 就是对于你的这个腰啊 对于你整个的力气 有很大的考验 然后凡是这些事呢 我就让我哥来干 因为他比我力气大 他比我也更高 更 适合很多 他的优越性 更壮 更壮 所以呢 就是这个是 就是我们这种 叫做兄弟姐妹的这种 这种团结 这个过程真的是 如果大家都做的话 其实能增进 兄弟姐妹的那种 龙女上来讲 你共同面对一个东西 你需要把它解决 还有一个很切实的问题是 我自己的家得支持我 对不对 家庭 对 因为我把大量的时间放在这儿 那我就意味着 我一定会减少 跟我配偶在一起的时间 跟我孩子在一起 是啊是啊 那他们得理解我 并且得忍受 很多时候 就像你说的 就分居啊 就是不在一起 对啊 所以这些其实是 有利条件 为什么就是 我们要把这个事儿 就是放在桌面上来讲呢 你要考虑到 就是很多很多的人 就比如说 因为这个事情 兄弟反目的 大有人在 对 就是刚才你说的 就是夫妻不合的 大有人在 对 或者孩子 就是觉得他被冷落了 被忽略的 就是这种 这种事情 对 就是说 大有人在 我们说 就说这个 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这个值得说呀 就是无解的事情 说说了 至少让大家有个预备 或者说指望着 也可能社会 国家政府什么的 能干点什么 但实际我觉得非常难 就是说 你 你必须知道 你现在活得 感觉自我 感觉良好的 这么一个事业 有成的这么一个人 你的老人 将来 如果不幸 很有可能使得你啊 你的生活 你的事业 不说丧失 我觉得是毁灭性的 完全被打断了 还是从被照顾 就是照顾者的角度来讲 更深刻的悲剧 就是你要成为被照顾者 那就是 这条路就是 没法想象 李靖 假如说 我知道你就 假如说 呸呸呸 假如说 谁都免不了 那要那样了 需要子女 给拔尸把尿 我们怎么办 哎呀 小美女还没想 这些问题 你知道吗 就是我把上你这个节目 当作我一个心理治疗 心理学上有个叫脱敏 你愿不愿谈什么事情 你逼自己去谈 时间长了 你就 脱敏了 就脱敏了 是是是 我其实之前 是一直不愿意去面对 这些事情的 包括胡勇老师 我也得想坦白 虽然刷了屏了 但我点开之后 我一看什么 家里充满了什么气味 我就默默地给关上了 避开 对 有一种鸵鸟心理 逃避 我先享受 我不去想的那天 但是呢 理性又告诉我 我现在必须去想 我觉得这是 要是从乐观地讲 这是人类发展的一个 一个进步 对对对 我那天看那个数据 80年代 人的平均寿命 才68岁 对对对 那也就 现在多少了 那就说明 这个老年的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嘛 然后你社会 其实有没有做好 相应的准备 像你刚才讲的 90%还是居家养老 先不说 这个好的疗养院 得花多少钱 就是都有传说嘛 你得先存多少 几百万 然后你要一个月 得花多少钱 先不说 你有没有钱 去付这个 就是有没有 那么多的床位 都没有 就是你有钱 你也没那么多床位 其次呢 就是个人 我觉得也没做好 这种准备 因为我那天看一个数字 说他就说 阿尔斯海默症的 这个过了85岁之后的 这个比例是50% 如果也就是什么 夫妻两个 你要是同时超过85 那就肯定有一个人 要照顾另一个人 这个也算是正能量的看法 就是说 就是说这个阿尔斯海默 也是人类寿命提高的表现 其实真的就是 无法改变的 活到长了 你的功能是假了 85岁之后 阿尔斯海默的概率 陡然上升 就60岁之后 就就这样上升了 85岁之后 更陡然上升 而且现在中国的 这个老的 这个比例好像到 我记得大概是到 203几年之后 就变成这个 三人型 必有一老 就是说60岁以上 那么也就相应的 这种病例 不止之症啊 那这种病例 而且这种病例 是个托人的 是个长时间 就是我挺好奇 就是因为 我找的那个医生 我就问他 我说这个病预后 这就是今后会怎么样 他说到了最后 如果说谁都不认识了 他说我建议 我认为 他的观点是 我认为家庭 已经没有照顾能力了 他说我觉得还是 找一个专门有护理 阿尔斯海默症的 这个能力的 养老医院 但是你看 他说完之后 他说哎呀 他说我现在 一时也想不起来 哪个合适 他说咱们国家 这个好像还比较少 非常少 而且即便有的呢 似乎也不是很专业 您为什么没想 您肯定是想过 开始我是想 把他送到养老院的 但是被老太太 给否决掉了 所以那个时候 他是轻度的 轻度的就意味着 他有意志呢 他知道你要干什么 包括我带他去养老院 整个这个过程 他是很清楚的 在那里头跟院长聊天 跟那里的组织医生聊天 跟护理人员聊天 甚至在那个地方 吃了他们的饭 感受一下他们的伙食 然后呢 就经过这一切以后呢 他说我不去养老院 然后那我当然就 其实你也没有什么别的办法 你也不可能拖了他去养老院 所以呢 就是那个时候可以说是 他主宰了不去养老院的 这样的一个决定 就那您是尊重他意愿 但是后来 对 前面我是就等于是尊重他的意见 其实他现在发展到 这种地步的话 我是可以把他送去的 对啊 他没有辞聚能力了 这个时候是我自己 不想把他送去 为什么呢 因为就是最后其实 就像刚才你举的例子啊 就是说 那个专家建议你就是 如果他完全不认识 家里的任何人了 就把他送去 对不对 然后我现在就觉得说 我妈现在还知道 就是她跟我还是有一种 很亲密的这种 其实很多时候是 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在的 是在的 就是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因为我有一个 24小时的一个保姆 这个保姆 喊很多事情喊他做 我妈根本连理都不理 甚至他会有些暴力行为 比如说他会 抓着他的手不放 但是我去了以后 我说老妈 你现在该吃饭了 你现在需要 就是 比如说睡觉了 我一说他马上就停 他会马上就 就是点头 会笑 会答应 其实他就知道 我是他的一个 很独特的一种 亲人 对 一种存在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就 不舍得了 对不舍得 我就 我就 比较难以想象说 把他放在一个陌生的床上 周围全是陌生的人 好像提前把他送进了 另外一个地方 是的 那我可能这个问题 就更残忍 那么 再严重一些 连这个也感知不到了 其实呢 就是刚才这个 徐老师说我 那个可能 也有一些 就是要表达一些感谢 其实我真的觉得 就是凡是能在家里 替你照顾的那种保姆 真的是 太难找了 我们说的 我们说的很直接一点 你比如说 我们这些人 如果完全没有 就是这个 这些人的帮助 你所有的事情 全是玩不转的 真玩不转 就是你会马上就崩溃了 所以严格的来讲呢 就是第一呢 如果我还能找到 比较尽心尽力的 就是照顾我妈的这种护工 因为我们都有很多经历的 因为经常要换人啊 然后他不乐意干了 或者我们觉得他干得不好 对呀 但是只要是你还能够找到 并且你对这个人 在一定程度上 还能维持 就是这种局面 我就大概不会做这个决定 因为严格的来说 其实就基本上相当于 我和这个保姆 我们两个人一起 对付我妈一个人 因为我哥我姐还是会来 但是呢 主要的照顾者是我吧 所以我们俩一起对付这个 就是我妈这一个人 那么就是 但是呢 这是一个极其脆弱的平衡 就是我经常讲 就是说 今天他还运转着 明天可能他就不运转了 那个最近刚刚上映的那个电影 就是龚崎骏的那个 就是你想活出怎样的人生 那里头有一个桥段嘛 就是那个 那个那个 那个老人在那地方不停地搭一个积木塔 那个积木塔是摇摇于坠的 我看那个东西 我就觉得我的生活整个是摇摇于坠的 因为我今天能维持 只是今天能维持 明天你比如说 我妈现在是脑子不好 但她呢 还没有查出 比如说癌症 因为癌症就完全是另一个路径了 她可能既是二次还某 就是癌症 或者是呢 她现在在家里呢 她是以这种 一寸一寸的方式 推着个小车在家里 还能走 她还能起床 但某一天呢 她可能就起不了床了 对 完全窝窗 完全窝窗 不仅是照护负担多 就是她会造成那个肺的 对 然后很多人是死于这个东西的 对 那其实呢 就是如果她出现了这些情况 或者我一时没看好 她摔一跤 直接把自己摔到床上去了 因为她这个年龄 已经不能动人和手术了 然后我 我现在 目前看上去能维持的生活 马上就轻浮 所以你问我的问题 的确是很残酷的 老实说 我讲的是说 关于这个问题 永远准备不了 也永远准备不好 也永远准备不足够 只能说轻浮了以后 你再想轻浮的办法呗 那还能怎么办 就说这个车到山前必有路啊 但是我觉得 这个人生有的时候 是真能到了山穷水尽处 就是你 像你说的保姆太伟大了 太重要了 找着合适的太难了 而且甚至于有些情况 老人 或者是他这个 二次海默 他主要是精神上 还会引起一些问题 他还有一些老人 是不能接受的 还有暴力倾向 对 他不能接受护工的 对 打走七八个 你最后就不 就是有的老人 最后就是 你非就是 儿子女儿 对 就我就得 只能接受 家人跟我在一起 外人他不接受 那你说 还有绑在床上的 也很多 因为他起来以后 他真的有很大的暴力 他可能 抓一个东西 真的把另外一个人 打成严重的重伤 都是可能的 对 所以 还有您说 恭喜 还有一个电影 我发现咱们俩有同感 就是说 困在时间里的父亲 我总是说 我说 你们要想知道这个情况 你们看看那个电影 那个就是 你能想象一下 他的内心世界 其实就是咱们说的 真幻不分 真实和虚假的 这个分不清楚 或者梦境跟现实 梦境现实分不清楚了 他经常说的话 可能是他把一个 已经死去的人 当成眼前的人 就是你根本 他生活在一个 所以我有时候 也觉得很奇怪 就是 他是妄想 还是眼前真的 看见了不存在的人 如果是困在时间里的 父亲这个电影 其实是 就是 他的生活像一个噩梦 对 他其实既有那个现实的 比如说 他那里头闪回说 他在养老院里受到了虐待 因为那个男护士 打了他 对 对吧 这个是现实的 但是其他的东西 就是 就是那个电影拍的 整个我觉得 有一种幻梦 就是有一种噩梦般的感觉 就是 然后那个 走一走 那个柜子 那个地方 就是有的时候能走通 有时候又走不通了 然后来的这个人 就是 一会儿是 他觉得是他的女儿 另一会儿又变成 不是他女儿 就是 所以我觉得可能 两种东西都有 一种是 他看见了看不见的东西 还有一种就是 其实还是 现实 现实当中的一种 折射 在他那里头 有一个残留 这个 你看 我老是想这种问题啊 因为我得想以后啊 我就总觉得 有时候会对社会 产生一种美好的幻想 因为我已经看到 像是尤其是未来的这个独生子女这一代 那你承载几个老人 如果有一两个老人是这个 那孩子们的人生要不要了 但是呢 你总是会幻想 假如存在这么一种养老院 这里面的每一个护工 他们都是尽心尽力的 把老人每天这个这个洗澡 洗得干干净净的 这是 可以给很 我觉得可以给很高很高的工资 但是假如有这么一种东西 就孩子们 你们把老人放在这里 你就完全放心了 比你照顾的还好 一天洗三次澡 行吗 这个是 然后呢 有人陪他玩游戏 对吧 然后呢 儿子你只要周末的时候 来看看他 跟他玩一会儿 走 随时想来看看他 平常他这个医疗 哎 我假 我总在幻想 这个曾经有人跟我 当年咱们那个这个 没出国开眼界 曾经有人跟我描述 也有人冲洋魅曼嘛 说比如说加拿大 或者哪 就是那 后来咱们真的了解了 发现那儿有那儿的问题 都没有那么美好的 但是 有没有可能有这么一种美好的 就将来社会 这个问题靠社会化 就是说真有这么一种 养老院 那您愿意送去吗 其实刚才徐老师提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问题 他说 他说那个 我们要考虑一下 我们将来 就是变成被照护者 对 我们现在 我们现在讲的是照护的难题 但是将来你一定会 有这个 有这样一个问题 然后那个 我觉得就是 某一种东西 可能类似于你说的那种 社会乌托邦 比如甚至不是真人啊 就可能是 就是机器人来干这个事情 AI 对吧 AI来干这个事情 但是呢 归根结底 就是 它还是个失败的典许 我觉得失败是一个难以避免的 就是 终极命运就是个失败 肯定是失败 不管在任何意义上 都是失败 因此呢 我说如果我将来要是 沦为被照护的人 我自己的一个很大的体会是 你就要让自己心甘情愿的被照护 不要啰里啰嗦的说 你还可以啊 你还可以干这个干那个 我不愿意麻烦你啊 这个事情给照护者会增加更多的负担 你就老实承认说 人生到了这个阶段 我呢 就是肉体也不行了 精神也不行了 我也没有能力独自生活了 那我就老老实实的 要么我就到养老院里 接受专业护工的照顾 要么我孩子 有能力照顾我 那我就 接受 我孩子的照顾 但你把所有的东西都想好 比如说 你该留的遗嘱都要留 就是该分配的 那个 就是如果你还仅有 还世界上你还有些东西 你需要跟他交代的 你都提早交代 把他交代完 然后你就等着被照顾 但是你忍心拓垮孩子的生活吗 每一个家庭的照顾的方案 都是这个家庭最好的方案 对 就你不需要操心 对 谁也甭替人拿主意 比如说 我说了这个东西 一大堆人就说 你为什么不送养老院 你不送养老院 你就是愚昧 对不对 你是叫愚孝 其实他就忘了一个事情 就是实际上 每个人最后他做了一个决定 他一定是 这个呢 是符合我当下的 比如说我的经济能力 我是不是多子女 然后 这个孩子的身体状况 他能够找到护工的这种情况 他负担得起养老院的情况 他一定是个综合的考量 说 这家采取的这个方案 一定就是这家最好的方案 外人是 说不上来的 就是 所以养老是 是一个完全多样化的一个东西 就是 大家都会去寻找这个平衡 然后他能找到的平衡 就是他最好的平衡 哎呦 这个病呢 其实它也不单单是一个养老的问题 它主要还是一个病 我眼前就有个真实的例子 我的朋友 比我小 现在就出现这样的情况 过年的时候 很不容易 就是朋友聚会 把他请来 我有朋友说 你不要动他脑筋 他根本出不来 但结果他还是来了 叫一个朋友陪他过来 你们讲的都 他都清楚 但他说不清楚 马上这个 4月27号到5月27号 他们为他办一个展览 参与者就是 包括当代文坛的 所大部分的名家 因为他本人是八十年代 最出名的评论家 他不是一个养老的问题 他就是一个疾病的问题 他年轻啊 可是他也得这样的病 耳朵海默 对 年轻人也有机会 这上帝制头子嘛 就是知道了就是谁就是谁 他每天还发微博 还有朋友帮他弄啊 或者怎么样 他是一个大天才 特别聪明的一个人 可是这个老天怎么会 就是选中了 就是 所以我 我跟他一起吃饭 我也谈不上同情 我就觉得 我也没什么好怨 我的活着都已经很不错的 就像癌症现在也是 对不对 有很多中年的人 很快也是因为癌症去世 对 你也是个母亲是吗 我有时候就会觉得 就是个理儿 你看哈 这个 父母亲小时候对孩子 那那孩子可能比 二次海默还糟糕 对吧 哭哭闹闹 要吃要喝 拉屎拉尿 怎么怎么着 但是父母亲你看 永远可以这样 因为他会越来越减少 一个是会在增加 对 但是孩子 就这么做 是因为义务 责任 对吧 他甚至就是说 久病床前 无孝子 都难免有崩溃的时候 这个东西真是 想起来 好像永远对不起 父母似的 不过你要从人生的 或者从人类的 大循环上来讲 它就是这样 人类要繁衍呢 繁衍你要 就对下一代 你这样人才能 不断地繁衍下去 所以呢 我经常现在也是 要打预防针 跟我儿子 我说我要到了 认不出你那天来 你就给我扔到哪儿去 让我自生自灭吧 我当然也是半开玩笑 我这么一说的话呢 他就很紧张 他就说 今天晚上你跟我去锻炼 你不能再懒了 你要锻炼 他就生怕 还没到这个地步 还没到这个地步 但是呢 我那天也是看了 一个数字 也是吓了一跳 他说从不能自理 到你最终那生命的终点 一般还有平均 平均还要八年 你就不光是二次海膜症 你就是说 你中风了 你心脏怎么样 你出现这种生活不能自理 对 就这也是一个大的 一个比例 也是 你想这八年 对周围的人 我们传统文化 有好多办法来克服这些困局 有一个我体会到 就是他们 你碰到这个困难了 他帮你先想到下一步的困难 比方说 生老病死 我以前搞不明白这句话 我心想 这里边怎么大部分都是负面的 三个 生老病死 你看 搞什么概括一个人生 生老病死 有依靠还说 对吧 但实际上是什么呢 实际上是你生了以后 他马上就会面临一个老的问题 对 但是老可怕 这个说实在话 现在人美容啊 健身啊 这一大堆啊 像我们美女 美女 记者 怕老 对不对 可是他说实际上是不用怕 为什么 你老的时候 你脑子在想 你有什么病吗 你没什么重病的话 你根本不用担心老 对 对不对 你看 所以到老这个阶段 想的是病的问题 病也一样 得了病了 会死吗 有没有生命危险 对不对 你这个病很严重 对这个病也不会好了 但是 暂时没什么危险 哦 放下心了 所以到了病了 以后就在想 会不会死 整个灯 面对死了怎么办呢 人怎么把它想通呢 鲁迅有篇散文叫死 鲁迅那篇散文是写在他去世前几个月 在几个月前 鲁迅得过一次大病 就差点他以为要死掉了 就在这个中间他写了一篇散文 叫死 那鲁迅写什么呢 这个时候 就是死对他来说是一个当前的问题 怎么来解释这个死的话 他就说 他就说死了以后呢 穷人呢就想投胎 嗯 因为想重新获得机会 对因为原来过得太差了 而且呢穷人觉得这辈子也没做什么坏事 所以不会落到畜生道理 对对对 夫人呢她也不担心 因为她烧了很多枪 捐了很多钱 对不对 她那个什么庙都是她修的 到那边有钱 到了那边她觉得很有钱 她积了功德了 她说最高是中间的阶级 还是中参 家在中间里最难受 中间的阶级 她说中间的阶级做什么呢 她就设想鬼的生活 鲁迅打一括弧 这个词不太通 姑且用之 鬼的生活 对 鬼怎么有生活呢 对不对 鬼的生活不是不太通吗 对不对 对对 但鲁迅打一括弧 我看到这里就想流眼泪 因为这是一个 马上几个月就要死的人了 从死红里出来 他写文章还在给我们开玩笑 对 你看看他这个是一种什么 对他来说死 那是像你下一档节目一样的 这样的事情 他开这么一个玩笑 说鬼的生活此句不通 我暂时没有想到合适的 他说那鬼的生活怎么样呢 找一个好一点的木头 做个棺木 对吧 然后呢 把账啊什么搞搞清楚 将来那小孩呢 就隔几个月啊 什么时候都有好的饭菜送过来 他说我睡得也挺舒服 我要是这样的 我也不去北新书局炒稿费了 我就过得也不错了 叫鬼的生活 我看了就很感动 就是说他真的是 我们讲死到临头 他有一段话 他说他这个病 他老找一个日本医生 看最后是被耽误掉的 他说后来就宋秦玲啊 他们一些人 这个沈彦斌 还有什么 还有外国人 那个记者什么 就找了一个美国医生 来帮他看 美国医生说 他说说我这个病呢 要是在欧洲呢 五年前就去世了 他五年 然后拿出一个片子 照了以后呢 说的跟他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呢 我也不求这个医生了 哪一个医生 能救一个死了五年的人呢 接下去 就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了 什么我死了 匆匆埋掉 不要纪念 对对对 我这个小孩 如果没有才能 就不要做空头文学家 这个谁 害了你 又要教你不必报复的人 千万不要理财 是不是一个也不饶恕 也是这个 对 一个也不原谅 就是西方的说法 就是你到最后 这个宽恕别人 我想了一下 一个也不饶恕 我留他们去怨恨吧 我一个也不饶恕 是 就这篇文章 这写得真是好啊 你想想看 你看 这是一个人通透 就是自己的死 所以你病啊 这些东西 对他来说 这个阶段 你们讲了半天 他一下子想到 你最坏怎么样 最坏就是这样 他还阶级分析 他还把他三十年代的 马克思主义的知识放出来 可见 他说 这个穷人不怕死 要轮回 富人不怕死 捐了庙 中产阶级 安安心心地做鬼 送很多东西 我去看我父母的坟地的时候 门口放着很多美金啊 港币啊 奔驰宝马 靠了很多 中国人 我突然有个 有一个非常奇怪的想法 我就很少人讨论就 中国人的想象里面没有天堂 嗯 就是说他自己和旁边的人 我们不想象 去了天堂 天堂我们知道有 有玉皇大帝 啊 有太上老君 那好像不是咱们去的地方 好像没有一个人 哪怕是你的地位很高 哪怕是什么 我们崇拜的人物 也没说他现在去了 玉皇大帝那里了 或者 只有孙悟空 但是这个道教的人 还是想成仙的 成仙 仙是不死 仙是 仙也不在天堂里 现在 所以我突然 鲁迅把你们的去路都划了 就是没有天堂这条路 所以最好的 他把各种路都划了 但是没有天堂 就死了以后 到底人 当然最后鲁迅说了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他的意思是 我是无省论的 我是不相信这些的 哎呀 我看了这篇文章 好治愈啊 对 我对我的病 也不大害怕了 是吗 他看得这么通透 对 也可能走得早啊 就是 被那个日本医生害的 其实现在很多人 死并没有什么看不透的 怕的是病 他的是病重不死 对吧 不是说老而不死 视为贼 病而不死啊 这个太折磨 而且折磨的不光是自己 他折磨的还是 就是爱他的人的承受能力 对他最重要的情人 你有没有 你看他现在说的表达上云淡风轻 你没有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吗 就是 就太多了嘛 太多了 就是就是 就是换言之 这个 就是所谓的照护吧 你如果想表达他 你大概能表达1% 我觉得就不错了 只有照护过的人 才知道 就是他说的这些东西 是怎么一回事 然后没有的人呢 没有照护过的人呢 可能就是 他就会说一些 在你看来 其实跟 负面话 有负面话 也有完全不相干的话 就是他说的东西 跟你说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就是无法对话的 但是呢 就是我看这个 就是 这个石铁生 有石铁生 那个徐老师研究文学 石铁生那个 当然他命运很惨 对吧 也是上帝制头子 制到他身上了 不管他都有才华 他那个 在那个病系 病系那个碎笔里头 他就讲到说 他说你最重要的问题是什么呢 你不能 你不能这个 自连 你不能自连 因为那个 他的那个自连 就是因为我 残疾嘛 就是残疾就容易产生 自连 那这个自连的过程当中呢 其实就是 你就老觉得 别人不能够理解你 但是我个人觉得 在一定程度的理解 是永远能做到的 我觉得一旦你开始 因为如果你生活在 光明的这一面 然后你的生活呢 一切都是有序的 是 就是不叫无常 叫有常 但你一旦开始 接触到黑暗的那一面 某种意义上来说呢 就是你的 人生的那种观感 会整个发生变化 而这个变化 我觉得是不可逆的 是一旦进入这个以后呢 就是进入这个以后 进入这个以后呢 就只能想 就是我说呢 就是它是 它一定是 它是一个注定失败的东西 你是一个注定无序的东西 或者用这个 比较时髦的话来讲 它一定是一个增伤 伤增的过程 它一定是个伤增过程 而这个过程其实就是 徐老师说 我们作为一个肉体 我们有生老病死 我们是探机吗 探机就一定会 那个遇到这种问题 其实就是 就是相当于 就是 就是在 在一个失败的 情绪之下 还怎么能够保证 就是 就是自己还能够 在这个世界上 坚持 所以我自己的那个 那个 我微信上有个签名 那个签名就是 就是实际上 就是 就 哪有胜利可言 就 就是挺住 就是一切嘛 真的 这个话说的 其实 就像您刚才讲 这个鲁迅 我听着 这也都是在 下坡路上 一步一步的 找心理安慰而已啊 为什么 这个事啊 不足为外人 倒是什么意思啊 没有过这个经验的人 你听 你也并没有真的感知到 比如说 像您说的这个 给这个父母亲洗澡 啊 我呢 前不久 有了这么一个经验 我才知道 那 那意味着什么 像您这个就是 包括母亲 这个等于大小便失禁 对 一天多少次的 这个清洁 你知道就是 我有个什么经历了 呃 那个时候我们还不知道 这春节的时候 有一天我说 我说爸爸洗 得得洗个澡啊 然后呢 他就开始洗澡 因为他呢 那个腿脚也都不协调了 嗯 然后呢 我得扶着他 到那个里边 到那个里边 一步步的 你知道吗 就是我一下子就明白 是怎么回事了 对他来讲 洗澡已经他完不成了 什么叫失能 他已经没办法 坐进那个浴缸里去了 他那个身体 腿脚的这个控制能力 他一坐 出溜就下去了 就不能坐越高 都没有 就这个 你弄个凳子淋浴 对啊 但是这些呢 那个他不好意思跟孩子说 他就是说 哎呀洗澡太麻烦 不洗澡 那孩子要是一出心呢 就觉得 哦 他就是老人 不愿意洗澡 不愿意洗澡 或者怕凉啊 怕冻着不愿意洗 结果才发现 这一步一步的 然后呢 包括这个连碰头 嗯 你知道吧 你连碰头自然的方向 他就他坐在里面 就喷不到他 于是他需要 其实就是需要 有人给他喷 对 那么这样的话 哎 几十年的父子 两个男人之间 也没有裸体相对过呀 对 你知道这些就都是 因为过去父亲 从来没有说 让孩子给洗澡 就是这个 这个事情 然后我都有点不好意思 你知道吗 就是那不得不看着他 然后呢 你就洗 最后就发现呢 他擦不到后面 那于是你就 哦 我就觉得你知道吗 我突然意识到 他从此是需要 人给他洗澡了 这我们不知道 然后呢 洗得干干净净的 他也很舒服啊 然后吃晚饭的时候 我就发现他 他说一句话 哎呀 今天这个儿子给爸爸 洗澡了 他这个话呀 我也很敏感 他这个话是 很不好意思 但是他借用这种方式 其实是向儿子 发出这个信息 但是男的不好 直接说 以后儿子给我洗澡 对 但是他就用赞赏的语气 说哎呀 今天儿子给我洗澡了 哎呦 我在我们家的人才意识到 他实际上 已经不能自己洗澡 你刚才讲的这一段 可以变一个很好的散文 以后背影啊 你附在后面 是吧 洗澡 这叫洗澡 我为什么我说 我看到你的这文章 我就特别想跟你聊聊 因为我觉得你处理的情况 比我爸爸没那么严重 那你处理的这些情况 只能是更加 对 我还得给我妈洗澡 不是两个男人的 相对的问题 对呀 这些心理的坎儿 其实你都 也都得过呀 对呀 就是 而且 而且就是 因为我妈本身就是 是一个 坐了很多年轮椅 她的 她的腿脚是完全不像的 所以每次洗澡 对我来讲 都是一个 很繁重的工作 就 每次都会累的不行 那个 然后呢 就是 就是还有一个 很有意思的事情是 就是你怎么看待一个 老年女人的裸体 因为老年女人的裸体 真的不好看 真的不好看 我觉得实际上 就是因为我们看到的 都是那个 光滑的 对不对 但是老年女人 其实所有这些东西 都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 那个因此我就特别感慨 我也说过 就是 我当年在那个 罗丹的那个 就是 老基女 对不对 我在那个地方 停留了很长很长时间 他旁边就是那个蚊嘛 那个蚊是那么漂亮的 就是 两个年轻的 两个年轻的 而且身体是极其光滑的 尤其是那个大理石的那个 就是你看的是 那么白啊 那么光滑 但是呢 我就觉得说 这个才是人生的真相 那个是不是呢 那个也是 但是问题就在于说 就是 那个可能 就遮盖了很多 就是 就是这个老年女人的 就是 这一部分的 这一部分的东西 我当年倒是没有走开 我 但是就是 感觉人生到了最后阶段 真的是 挺悲凉的 就是 完全没有 对 没有尊严 对 他完全就是 就是他自己也不知道了 就下面就 为了方便照顾 所以就基本上 没有什么 就像一部闭体一样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看着是很难受的 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你看前几天正好是什么 波夫娃去世多少纪念日 我就想起之前 他自己写过一个回忆录 就是他和萨特 晚年的这个对话 然后很多人不也争议吗 就是因为他把萨特的最后 从生病到死的那个阶段 如实地记录下来 什么哪天大小便 失禁了 他完全不知道自己 就像也是在浴缸里起不来 因为波夫娃和萨特 当然是另外一种的 这种直面人生 对 所以他这种书写出来之后 可能很多人也批评他 觉得把那么美好的一个偶像吧 知识英雄或者是知识界的 大家都完全是仰望的一个人 就这么赤裸裸的 把人生的残酷的一面展现出来 所以他也被很多人批评 但是我觉得其实对我们普通人 或者就对大家来说是好的 包括胡勇老师做的事情 也是我觉得意义是这一个 就是首先我们有点抱团取暖 都知道原来都面临这样的问题 就浮出就是这些共同的 有这样问题的人浮出水面了 那是不是会推动 比如说社会来去进步 来去直面这个问题 我就想起那个像桑塔格的最后 也是把自己得了癌症 化疗头发白了 我觉得要从我一个女性来讲 我是特别佩服她 她那个也是有争议的 就是那个莱伯维茨 就是她的 她等于是摄影师嘛 她把她那个癌症 整个那个病榻的那个东西都照了 因此那个桑塔格的儿子跟她闹翻了 她觉得她是在消费 她是在消费 那个但是来不为止 就是说这也是桑塔格最后的一面 这么有名的女的 她最后也是变成人生的最后一步 她也是就是这样的一步步走过来的 就是我觉得也是一种 对我们来说也是一种心理建设 可能你就要去逼自己去坦然的面临 去想这些问题 对对对 所以我一直说我说就是她是个失败 但你也得承认这个失败 这个失败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或者当你遇到这个东西 你感到悲凉 但悲凉本身也是那个人生的一部分 但是但是呢 其实就是那个 因为因为这个东西出来以后呢 就是有些反馈啊 但有一个反馈很有意思 就是有一个那个 做过多年的养老院院长的一个 今年是就是也是那个 她是50年代生人 其实今年也是岁数也算是比较大的了 但她还在照顾她的母亲 然后呢 她她就是那个对我的这个行为 她就很不以为然 她就是就是我说了 她就说呢 就是你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你应该对你的生活进行排序 那么你应该把你的这种 就是更多的精力放在去创造那些 更有价值的事情上 对吧 因为比如说我是学者 说你应该去多做研究啊 或者你应该多写书啊 为什么不把这个事情交给专业的人去干 第一呢 我说就是我的这种选择 是基于我的各种各样的 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判断 第二呢 我就发现 就是特别有意思的东西在于说 她是个养老专家 她呢又是 就是多年的养老院院长 但她仍然从心底里认为 这个事情是低级的 就是照护这个事是低级的 就是因此呢 就是应该让她给更高级的东西 让路 我就很震惊 我就很震惊 因为因为她觉得我这是一种愚中愚孝 就是其实愚中愚孝这个定语 定语就是叫愚昧嘛 但我觉得就是我如果说的更直白一点 我觉得她的这个看法就很愚昧 很愚昧 就是你想吧 我们之所以 比如包括我说 我之所以要说这个事情 就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把照护这个事 看得很低级 或者呢 就是我们都是男性啊 就除了理经 男性有特权嘛 男性会觉得很多事情 就是应该女性来干嘛 女性养育负主要责任 照护负主要责任 对不对 但是你想我们之所以 这么多年来心安理得 就是我们认为 这个事情是低级的 然后在我们的这个排序当中 我们认为这个低级的事情嘛 就女性多干一点 男性嘛就干一些更高级的事情 事实上就整个的那个历史的运转 也大概是这样运转的 就是一直到今天 还有很多这种东西 残存 那其实就相当于是 就是你的这种私 这种逻辑是一样的嘛 就是你把这东西视为一个低级的东西 因此就应该由 相对来讲由低级的人来干 然后因此我就很震惊 我说他一个养老专家这么想 然后接下来呢 我接到一个 一个广东的一个年轻人 给我的留言 他的留言非常有意思 他说呢 专业的照护者 和24小时 自己愿意就是在家里照护 父母的人 他说是俩群体 就这个事呢 就这两群体不能混为一谈 就是专业的人肯定有专业的好处 自己决定的人呢 是有他自己决定的 一系列的那个因素 他说我不觉得 就是 就是枯萎这个事 就比希望这个事 更不重要 他说我认为枯萎这个事情是很重要的 哎呦 很重要的 然后呢 同时呢 他说 你也不能证明说 你做大学教授这个事情的价值 就一定高于 比如说你拿出十年的时间 陪你的亲人 就是你也不能证明 就是这个价值就一定 高于那个价值 这个哲学高啊 我觉得这个年轻人想的很通透啊 他其实比那个 就是前面的那个 对 他不是功利主义的思维 对 这涉及到一个人 选择怎样的人生 到底是 比如说甚至说 你得诺贝尔奖 更重要 还是我 尽孝 这个给我的父母 尽到了一个儿子 最后相处的时光 我最后的一几年 不是让他在养老院 而是我陪他度过的 这两件事 哪个更有价值 谁敢说答案 而且我们前边有一个东西呢 在于说 我们其实心甘情愿的陪孩子的 比如李晶这样的 就是他自己很忙嘛 但他一定花很多的时间 想办设法的 陪他的儿子 他要平衡 就是一个职场女性 跟就是一个妈妈之间的关系 你心安全的干涉事 其实你同样的道理 你是可以放你父母上的 你为什么不能花 十几年的时间陪你的父母呢 因为有什么区别呢 因为你父母在那时候 也需要你照顾呀 为什么你陪你的孩子 这个东西看上去就 如此的正当 但是你陪你的父母这事 听上去就 像是一个 应该把它放在那个价值的低端 我倒不是说这里头有 就是有一些什么 就这样做就更好 那样做就更不好 而是说呢 我们恰好要在这地方重新来来讨论 就是照护的意义 或者是照护对于 人之为人的意义 哎呦 这个他说的太好了 照顾孩子那是上行线 照顾老人是下行线 这种潜意识 其实好像在 也是一种社会的潜意识 我真的 我觉得你的一个呼吁 我也特别想这个呼吁 就是说 你的这个文明水平 不表现在 你的高楼大厦上 什么电脑 什么AI 你表现在你有多少轮椅通道 对吧 我们不用多说 就是因为我一推轮椅 我就明白了 那太多地方 就你就 你就把我得俩人去 俩人得搬着轮椅上 一个人你抬不上去啊 你怎么就 所以真正的社会文明水平 你就看这一条 他是不是在每一个人走的地方 都考虑到了 失能人士的这个行走方便 这才叫文明的 对吧 你看这个反映了一种 就是您说的这个 就似乎我们这个社会是给年轻人设计的 而且这个事情呢 是一般人不说的 不说不等于不存在 不说不等于占的比例不低 而且越不说可能越是真正的问题 对 我觉得特别觉得就是看到你的这个这个这个文章之后啊 我产生想谈谈这个的想法 这是那天前一天 我弟弟这个告诉我 就是说凌晨四点多 保安把我爸爸送回来 他出去了 他干什么 他分不清白天和晚上了 他拿这个小塑料袋 他要出去买吃的 买吃的 他自己打开门出去 这个 冷天哪 最后是保安看见了 这下我们家 在圆阵以待 就是什么门上锁 怎么怎么着 然后 哎 我才意识到 这家里人弄这个事情太难了 现在我弟弟上班 就没人陪着 白天 我弟弟在网上找了一个监控头 就看老头在里边 还是要找24小时的工工 比较专业化 这个是社会能够为这个事情做的 每个家庭自己的建设 自己的数据 对 是自己的事 是自己的事 但社会能做的就是 就是搞一些比较专业的 对 我就这么说吧 到今天 我们家也没找着一个老头同意进门的 虎工 过几个月他就同意 所以我觉得您家里的情况有个好处 有保姆帮 不是 这个徐老师说的非常睿智 他说过几个月就同意了 我一开始在家里找的就是小时工 因为我妈坚决不同意 就是同一个房子里头 有人睡在卧室里 他真不同意 对 但是他慢慢就同意了 因为他就越来越糊涂了 所以不幸当中也有希望 是吗 所以咱们今天讲讲这个 我觉得对谁都是有好处的 希望总在明天 对啊 一方面呢 你得认识到 就是陈吉刚讲的最终是个悲剧嘛 对 但是认识到这个真相 认识到这个悲剧 也是尊严 对 也是人的尊严 而且苦中还能作乐 嗯 再过几个月 护工 他就接受了嘛 谢谢 谢谢 您跟我们讲的太宝贵了 干杯干杯 谢谢 谢谢 也祝您能够怎么说呢 你看现在对这个都 都不知道该住什么了 只能住就是你的人生有意义 就是住我挺住就行了 就挺住挺住 我们挺住就是一切 早晚都有那一天 咱们希望咱们大家都能挺住 我特意买了一个挺住就是一切的文化衫 真的吗 对 送我一件 真正的英雄就是看清 就是哪有什么胜利可言 挺住就是一切 是一句德语的名言 对然后真的 适用于一切方面 哪有什么胜利可以 挺住就是一切 我还在想想自己怎么办 好好好 我要勤锻炼 谢谢 尽量这个老的办 谢谢 咱们就干茶吧 文革说我们只有是他人才能是自己 能有没有想到卡夫卡 这个石铁笙 这个石铁笙 我们是探机吗 因为波夫娃和萨特当然是另外一种的这种直面人生 我又想起那个像桑塔哥 上增的过程 我今天刚刚给我妈找个小时工 偷偷的要给他找个小时工 帮他减轻点负担 然后我 我也跟他讲 我说未来都不知道哪一天就糊涂了 你现在能享受你就享受 能出去玩就出去玩 没有以后 我说不要等以后了 谁知道以后你还能不能出去 上次去你家 你看到你爸爸还挺好的 现在你看他也挺好 他现在属于 他有时候清楚 有时候糊涂 所以我就比较感兴趣问他 我说这个以后发展会是怎么个规律 他有一个所谓的叫断牙式 对还真是断牙式的 断牙式 就是突然 突然就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加速 然后这个加速呢 就导致他就 就相当于是完全变了一个人 不是渐渐的 是开始的是有一个渐渐的 但是有一个断牙式的下跌 所以我为什么说 我说你如果有这个药 现在在早期或者中期 还比较 对对对 就抓紧给他服务 对对对对 断牙式的下跌 抓紧给他服务 对对对对对 这个现象肯定特别普遍 我发现就是 我的朋友圈里 只要是出现 跟这个药相关的 哇大家都在推送 可能是不是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就是父母 可能都面临这些问题 哲学的道理来讲 我们也会思考 人活着 其实就是个脑子活着 身体 对 其实现在看你照顾最难的是意识 我们家 我母亲像个植物人一样 在床上躺了六年 都是我爸爸 其实我觉得就是 我母亲拖垮了我爸爸 然后我母亲走了以后 他就很快的就是不行了 对 其实 其实有一个经验 就是说 如果那个两个老人之间 有一方出现问题 一定要让他们分居 哦 会影响 有条件的话 一定要让他们分居 会传染 就是大怕是 比如说一个房 同一个房子里的两张床 两个卧室 要让他们分开 因为另一方受这个的影响 就是远远 超乎儿女的想象 他的那个 他的退行会非常厉害 因为他那个时候 他的经历 他的身体 他的精神 其实都不足以让他抵抗 就是他的老伴的那种变化 尤其是阿尔子海默 因为阿尔子海默 这个特点是黑白颠倒 他就会弄得旁边 这个老伴根本睡不了觉 对对对 所以我 我经常跟老高说 我说自私点啊 我说 你要活到 我先走啊 我说这是我对你的要求 你要把我送走 先走的比较幸福 对啊 后走的比较幸福 对啊 我说这个儿子是指不上 别他听到了 我说 基本上需要讲的是 不怕死 但是都会死 增强认知 我自己的感觉就是 过去没有 就是没有 别人公开讲 对 就没有 你当你一般 我估计很多年轻人 一旦碰到这个 他傻了 他有很多就是辞职照顾去了嘛 就是他 他就 不能够做到 那个灾光 那生活怎么办呢 对啊 所以就是 对啊 就是他就是很多 就是有 比如说他主照顾 他如果他兄弟姐妹不管 就多给钱啊 胡云老师 我一直很好奇 您说您对母亲的态度 跟母亲当年 对你的态度 当然是有关系的 如果母亲当年对您不好 你是不是也就不管他了 因为这是个假设问题 情感银行 我感觉是你 这是个假设问题 你想说母亲给你的情感 储蓄的比较多 因为的确就是 我是最小的 我母亲是最疼爱我的 这也是呢 就是他比较长期的 跟着我的原因 但另外有一个原因是 我脾气比较好 因为那个老人的脾气都很怪的 对对对 如果你那个子女脾气很厉害 他跟他过不到一起 非要通过理论是 中国人是因为你的爸妈 除了带你们以外 还带你们的小孩 所以呢 中年这一代就反过来要 反扑 对 说得非常对 这个是中国文化的绝窍 就我对我的学生经常这么讲 我说你如果 因为现在很多人不婚不育啊 但凡是结了婚生孩子的 我就告诉他说 能不让你父母带 就不要让你父母带 但是你知道就是说 那个其实 就是时代的发展以后 你会发现 后来的这些 逐渐就是退休的人 很多人也不见得 真的愿意带孩子 他也是被迫 就是只要你告诉他说 我需要带孩子 他肯定会给你带孩子 因为那是亲情嘛 但如果你给他选择 我相信有一大票刃 就乐得自己 天天过了自己的生活 本来有一个朋友讲了嘛 说从退休 到你真正身体出现衰老的 你还有十年的黄金期 黄金年华 就必须得好好享受这十年 我还在想呢 我还在享受 我得享受第二个 对啊 那你讲的退休是60岁 大概就是说你不工作了 不需要天天上班了 然后到了你身体开始出现问题 你没有办法去维持你的 比如旅行啊 正常享受正常生活 大概还有十年 这十年呢 又没有第二 第三代要你去管 然后呢 你孩子呢 也长大了 也独立了 说这个是第二个黄金十年 要好好享受 我觉得享受 这个还有理智的时候 真的 真的就是当事情到来的时候 你才会发现快乐的人生那么短 但是我们原来不服的 总觉得我的人生 应该是追求幸福的 追求快乐的 所以你就觉得好冤 一旦碰到不幸 但是实际上 不幸是常态 人家说就是因为不幸是常态 所以才叫追求幸福 Hobbs的看法是 人第一总是追求目前的幸福 尽量追求目前的幸福 第二条是 明天也要能这么追求 我那天突然有个想法 我觉得就是 这个阿尔兹海默啊 好像我奶奶 我现在回忆起来啊 就我爸爸的妈妈 应该也是游的 是有遗传的 我们小时候去农村啊 也是给他磕头 他叭的打一叭 稀里糊涂的 但是你知道 我意识到一个问题 就是90%的老人不去养老院吧 好像中国这种老式的家庭啊 就是几代同堂的家庭 我想可能是最适合阿尔兹海默症的 就是你知道那个时候 什么意思 不是 你这可以是一个独特的发现 那个时候大家也不知道他是 就知道他老人就傻了呗 但是傻了你看 第一他不会失踪 这个几代同堂的家庭都总有人 人多嘛 人多 然后呢 他眼前老有那个小孩子 跑来跑去 你知道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孤单 囚徒 他哪都不能去 你现在想起来 就林语堂写的那个文章 他当时就写中国的好嘛 他说中国的几代同堂的家庭 是最对老人好的 对年轻人不好 但是老人最幸福 一方面又赋予了老人权威 对 一方面这个哥几个兄弟媳妇 他全管着 大家对老人也得有尊敬 然后呢 他生活在一个这种大家庭里 大哥不管 二哥还得管呢 而且老人是住正房的 老人住正房 实际上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中国呢 从周代开始 就废除了长子继承制 就日本啊 欧洲啊 欧洲都是长子继承制 废除了长子继承制以后的 直接后果是什么呢 就是一个老爸 可以把权力保留到最后一口气 因为他分了 不是分了 他有权力决定给老三还是老四 或者是老三老四老五 这皇帝也是这样 太子决定权 他留到很晚才出现 那这跟养老有什么关系呢 咦 那么这个老人的地位就很高啊 对对 抓着钱 抓着钱吧 全家都得围着他转啊 对啊 全家都垫着他那财子 这不就是那个电视剧继承之战 那个那个 对啊 对啊 三个打的一塌糊涂是吧 对啊 你永远不知道他是给谁啊 对啊 你敢不孝对啊 过去的皇帝也是这样 你不知道他是 传也谁 皇太子 大家都要去认识 十四子 十二子 第六子 对啊 每个人都投资在这个地方 你吃不准他到底是哪一个 所以中国的社会是 父权社会里面最有尊严的 对父亲 这有道理 这有道理 对 所以说咱们还得老了 还得留着点钱 不是留着点钱 但是玩笑归玩笑 老人的确要把钱分配好 这个是 这个其实是 就真的是很现实 分配好 最好的分配好 就是不分配 本节目由匠心实力派 豪华驾程更自在的广汽本田贯道 冠名播出 本节目由 一报质本清润 菊花茶 联合赞助播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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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